好 哈囉 大家早安 我們時間來到了早上7點21分 到我們的氣象時間 昨天晚上這個雨是真的下的蠻大的 尤其台北市我今天來上班的時候 外頭下的雨有夠大的啦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 那今天是2月11號星期四也是除夕啦 那目前其實台北市今天降雨機率 恐怕還是百分之百 還是會斷斷續續的 下一些短暫鎮雨 那目前外頭是18.2度左右 但是不只台北在下雨 我們先來看一下衛星雲圖 其實最主要就是我們看到上頭的這片雲層 我們的封面還在通過台灣的上空 那預計到了下半天的時候 它通過了之後 後面的東北季風就要南下了 所以北部和東半部地區 恐怕這個雨勢暫時是不會停的 但是低溫的部分 其實今天溫度跟昨天比起來都差不多 因為東北季風還沒有暴到嘛 那各地的低溫大概就是在15-18度左右 那高溫的部分 北部目前的高溫其實跟昨天也是差不多的 大概就會落在21-24度左右 那南部地區高溫還是可以上看27度 所以如果您是南來北往的觀眾朋友 一定要多加留意喔 今天往北走的話 接下來幾天天氣會變得比較涼喔 因為東北季風下半天就要暴到了 所以往北走這個衣服啊 這個外套一定要記得攜帶的 千萬不要感冒囉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定量降水預報圖喔 其實今天白天的時候呢 降雨還是蠻明顯的喔 尤其是集中在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 那其實全台各地喔 基本上都還是有機會下棋一些局部大雨啊 甚至是雷雨 不過封面上半天通過之後 到了晚上的時候 換東北季風要報導的時候 欸有沒有看到 中南部地區的降雨就趨緩下來囉 只剩下北部地區 因為在淫封面 所以還是會持續的下雨啊 那尤其呢就是基隆北海岸還有宜蘭地區 雨勢呢會比較明顯也會下的比較大一些喔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大雨特報 今天呢中央氣象局就是針對了 基隆 新北 宜蘭 台東還有連江縣 發布了大雨特報 所以要特別提醒喔 這幾個縣市的觀眾朋友 如果呢您是要回這種宜蘭啊 或是台東或是北部 過年的話一定要多加留意喔 還是會下起局部大雨 所以呢盡量呢還是不要外出比較好喔 也千萬呢如果您要出門的話 一定一定要記得攜帶雨具喔 不要淋雨了 再來我們看一下天氣走勢圖喔 好大家我們先發現今天是沒有空氣品質圖喔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開始下雨了嘛 所以呢這個空氣品質就變好囉 所以今天喔其實中部以北啊 還有東半部空氣品質都是良好等級喔 那連這個雲家南高坪地區喔 都是變回了這種普通的空氣品質等級喔 所以今天呢空氣品質是好轉 那接下來幾天空氣品質也都是相當的不錯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天氣走勢圖喔 那今天最主要呢上半天還是受到封面的影響喔 所以全台降雨的機率還是比較高一些的喔 所以如果您是跟我一樣今天要上路要回家的話 一定要多加留意喔 這個還是有可能因為下大雨導致的那個 這個高速公路上有可能就是會塞車的現象喔 所以開車在路上一定要多加留意保持安全的行車距離喔 那再來到了明天好明天開始呢 東北季風就暴到了 所以呢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還是會持續的下雨喔 而且呢天氣會變得比較涼一些 會降個幾度左右喔 所以往北走的觀眾朋友一定要記得穿上外套囉 不過如果呢您是跟我一樣要往中南部走的觀眾朋友 欸這個降雨趨緩之後呢 太陽又可以出來和大家見面說聲嗨囉 所以呢如果您是要往中南部走的話 如果您要走到這個高雄屏東的話 搞不好穿件短袖其實就夠囉 但是中南部地區早晚的時候還是天氣比較涼一些的喔 所以提醒觀眾朋友早晚的話還是要記得多加一件外套 那最後關鍵字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喔 今天上半天呢就是受到封面的影響 所以全台的這個天氣呢還是比較不穩定的 不過到了下半天喔 換成東北季風暴到了 所以北部和東半部溫度就會開始慢慢的下滑個一兩度左右 那另外要提醒喔 因為東北季風要暴到了喔 所以今天下午開始呢 沿海地區的風浪又會開始比較變得比較大一些喔 還是會出現8到10級的強震風 提醒您喔 沒事呢真的還是避開去海邊遊玩 好以上就是這集的氣象資訊 讓您出門遊玩穿衣服有參考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